m噢 哈囉大家好 我是 pinkie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don't stop なので幫我 Pinky don't stop yee 大家好久不見了 就是說我現在人在新加坡 我來找姐夫了 然後在我不見的這段期間 有點水土不服 中間就是有 尿了一下血尿 尿到眼啊 然後搬個家啊 之類等等的很多 很特別的經驗發生 那今天呢是 錄影的時間5月30號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做一個 簡單的get ready with me 順便跟大家分享我四五月份 最愛的愛用品們 這樣上臉給大家看效果如何 Mona Gamseco一間二窟一時二鳥囉 好的 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現在臉上敷的這個面膜 它就是水美美的蜜之勇 超導離子水面膜 名字很長啊 可是它就是我的 常年愛用然後有一點點像是 糟糠漆的感覺 oh by the way 就是我的指甲掉了 但是大家大家就是不要太放在心上 因為我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哪去做指甲 而且它是我在掛急診那天的時候發現掉了 我那時候就是身體完全崩壞 只想要就是身體趕快好 就這個都沒有在管它了 好好好回到整體就是 這個水美美面膜呢 是我常年愛用的 從五專的時候吧 我就開始使用水美美到現在 其實像我的臉這邊有九遭 所以面膜質的材質 或者是精華液本身 如果說那個成分太複雜 或不是很OK的話 我臉就會痛 但這個都不會 就是 我現在已經在臉上敷了快要十分鐘左右 我都感覺不會刺刺痛痛的 而且 我有一次在主持 林彥廷老師的活動之前啊 我就是先使用了這個面膜 然後再上妝 結果那天活動完之後 我再去找朋友聚會啊等等 差不多十二點吧 回到借宿的朋友家 他就說天哪你的妝也太貼 就是這個面膜 它的保濕力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它也會讓你後續的妝容 更加的漂亮 雖然說我平常 就是想到就會拿這個東西起來用 可是那一次是真的讓我體會到說 哇 這真是 好東西耶 要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好 它撕下來 的感覺就是像這樣子 膚質就是 很水潤很透亮的感覺 可是 畢竟面膜這種東西 它還是化學性的嘛 所以我會在臉上 稍微按摩一下之後 再去把它洗掉這樣子 接著再上我一般保養的程序 然後再來上妝 好的我現在呢 臉都已經洗完了 接下來就是要進行保養程序 我最愛用的水妹妹 所以我一定會先來 大方的給它噴一下 然後 等它吸收的時候呢 也是稍微這樣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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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再擦乳液 把那個保濕的感覺給 封住封起來 那我最近很喜歡的是 Blackmore的維他命E乳液 它在 我在台灣的時候 用是非常OK的 因為天氣變換 有時候冷 有時候熱 有時候涼 有時候下雨天 所以它那個滋潤度是 很快就會吃到肌膚裡面去的 然後又不會太油 所以 I like you very much 但是在新加坡的話 我就不知道 所以 現在還在尋找 適合當地氣候的保養方式 像我之前 住在美國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 那些我很喜歡的粉底液啊 天啊 就是很多 到了台灣 就 不是那麼的適合了 所以氣候 真的會影響你的底妝 So啊 我會再努力發掘一些 抗旱 抗熱 抗油的 底妝產品跟大家分享 然後四五月份 這兩個月的時候 我都是人在台灣的 然後我有不斷嘗試 新的底妝產品 想說 會不會讓我的妝更服貼 然後能夠對抗 就是 炎熱的天氣啊 以及潮濕的氣候這樣 那我發現有一款底妝產品 非常的不錯 然後妝感很自然 而且它很便宜耶 那就是這一個 將將 雪姬翠的BB霜 這款BB霜呢 也是我的好朋友推薦給我的 我自己是很喜歡 而且它 跟我的膚色很穩合耶 它擠出來的流動性 非常非常的低 因為它就是 比較格的那種材質 但是你只要用手 就可以很輕鬆的推勻了 然後重點的部分 再用海綿蛋把它勻開來 就好了這樣子 我就先用手指頭上給大家看 那個妝效 你看它只要一點點 就可以推得很開 然後遮蓋力也都還蠻不錯的 差不多有在七成左右吧 對不對 你看這個鼻翼的反紅 跟這邊比 其實是差蠻多的 然後它提亮膚色的效果也很棒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它透出來的光澤感是那種 淡淡的光澤感 很像你剛洗完臉啊 然後皮膚很膨潤很亮的效果 真的很不錯 雪肌脆的洗面乳 我洗的臉會過敏覺得很癢 所以沒有特別的愛這個品牌 可是沒想到 這個BB霜讓我非常非常的驚豔 它現在看起來很白 它等一下吃進去之後就還好 你看我剛剛擠這麼多在手上 我只用一半的量 就擦完整張臉了這樣子 脖子的部分我等一下會再補防曬 就是底妝的話就上臉給大家看效果 然後海綿蛋的話呢 我最近很喜歡的這個品牌是Viva 它在康氏美還有保雅都有販售 我是看那個Stanley老師他推薦的 所以就趕快衝去買 結果一用成主顧 我覺得它比Beauty Blender還要好用 而且價格更便宜 所以我現在拿到手之後呢 其他品牌的蛋都被我先暫時放得到一邊了 我就稍微把它 跟剛剛用手推開的地方勻一下 這下高的話也會用這顆蛋把它推開來 YAS 就是跟大家簡單的聊一下說 我消失的真正蛋 不然是甚麼事 就是最近最讓我shock的就是 我到新加坡找姐夫之後沒多久 就馬上掛急診了 然後呢就是准斷出來是尿倒鹽 就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因為跟先生你也只要小心心歡嘛 所以就會比較激烈一點點 然後我完事之後又沒有喝水 也沒有尿尿 隔天一整天 因為天氣太熱我也不想出門 所以就導致了你知道悲劇的發生 晚上呢只是剛開始上廁所的時候想說 哇怎麼就是尿尿會有一點點刺刺的 然後擦妹妹的時候有一點粉紅色的東西 結果越晚它就越嚴重 到最後是真的尿出來很像可果美番茄汁的 髒東西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緊張 然後就把姐夫搖醒 然後叫他就帶我去看急診 那時候已經是晚上凌晨12點多 1點多了吧 但是我真的覺得 不行這個花多少錢 然後多麻煩我都要治好 因為我真是嚇死了 然後在異地生病啊 你真的會有一種覺得自己 是不是要死了的感覺 就很緊張壓力很大 我就是沿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隔天就是有吃藥之後就 哇馬上好了很多 就在裡面有尿斜尿 就是蠻崩潰的這樣子 但是現在就是已經好多了啦 所以就想說 啊生日花可妹妹有個妝 調整一下心情 然後跟大家聊個天 對我之前在IG限動已經 跟大家就是 有聊一下天的 忍不住淚崩了 但我沒事很好 謝謝各位 現在使用的遮瑕膏呢 是Jeffree Star The Magic Star Concealer 它是我這幾個月非常愛用的遮瑕膏 我拿到它之後啊 基本上就是一直在使用它 可是我真的覺得 論遮蓋力的話 Shape Tape還是更勝一籌 但是整體的妝感 然後完妝的妝效 我是比較喜歡Magic Star的 而且它這個顏色真的還蠻符合 我膚色的tone調的 所以就不會擦起來覺得好像很白一塊啊 或者是說不好暈染 暈染的很不自然什麼的都不會 我覺得算是CP值很高的一款遮瑕膏 可是呢 再三提醒大家 就是它這個心心真的很利 我有時候在化妝包裡面翻找它的時候 就會不小心被刮到 蠻痛的 然後這個遮瑕膏 我有完整的review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這邊 或這邊 來去看一下 我對這個遮瑕膏的評價 然後還有第一次開箱的心得 遮完就像這樣子 它很自然的跟我的肌膚 還有底妝融合在一起的 因為我的底妝 它是有點淡淡光澤感的嘛 Magic Star也是 所以它們兩個融合在一起的妝效 就很乃趣 我很喜歡 就忍不住一直看自己的臉的那個 光芒感 超水的吼 超水 因為就是喜歡 愛用它遮瑕膏 所以順理成章的 我這個月也是非常愛用它的蜜粉 然後我使用的顏色是beige 我覺得呢 這款蜜粉 它的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細 你看我打開來之後 就有一種 啪 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 真的要避免吸入它 而且我跟你說 雖然說它那個 啪啪啪啪的旋轉開關 很方便沒錯 可是我真的會忘記把它關起來 so 悲劇還是發生了 還是你知道 留一大堆東西出來 它的粉真的非常非常細 所以我建議大家 就是用按壓的方式去上 就好了 你把它整個推開來的話 就會妝感蠻重的 這邊是有上蜜粉 這邊沒有上 光澤感有降低一些些 我先上半邊臉給大家看那個妝感 有差齁 就是光澤感有降低一點 可是有磨皮的效果很厲害 這個等晚一點啊 我出油之後 那個 自然的油脂出來之後 妝感又會再度變得很自然很 有光澤 所以我不介意 現在誤一點 修容 打亮還有腮紅 我這個月非常非常愛用的 就是太大盤 就是這盤眼影呢 完全就是符合 搭配它那時候 在研發產品時候的構想 它的顯色度是偏高的 但是又不會太高 然後粉質很細緻 而且是一個 不只是適合用於眼部的彩妝盤 那我自己特別喜歡 它用於在臉部的原因是因為 基本上我喜歡的眼影啊 是飽和程度更高一些些 然後色彩更繽紛的 所以 它雖然說 上在我的眼睛上 也是漂亮的沒錯 可是相對來說 我在使用上的習慣 因為都是喜歡歐美彩妝嘛 歐美的顯色度都很高 所以 上妝的掌控程度上 我覺得 對我來說 它是比較適合用在臉部的 那我自己 在這盤裡面呢 最喜歡的顏色就是 Terry 然後混合這個 Splural 兩個顏色做 Browns and Contour的部分 那打亮的話呢 我自己很喜歡 Sunrise 跟 Wedding 聯合在一起的 妝效 非常非常漂亮 那腮紅的話呢 最喜歡的就是Copper Rose 這個顏色 它算說看起來就是一個珊瑚色調 可是裡面有亮粉在裡面 上到你的臉頰啊 就呈現了很自然的好氣色 然後看起來膚質很好 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 顏色 就趕快先來修容 我的習慣就是 這兩個顏色混在一起 然後一定要稍微 在手上勻一下 因為很顯色 之前我 弄的線條感太重 結果還說 你在搞什麼東西啊 你是為誰化妝 為我吧 那你要不要去 勻一下 看起來像唱歌仔戲的 真的意見很多耶 人家化妝可以提示 臉瞬間瘦了有沒有 很厲害 接下來畫腮紅給大家看 好 加水加水 它就是很自然的contour 融合在一起 然後帶有微微的光澤感 喔 真的很棒 好 再來是修容 就是混合這兩個顏色給大家看看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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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管怎麼樣 只要是女生都一定要好好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因為我們的尿道是比男生更容易受細菌感染的生理構造 天生不同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保安好自己的身體好嗎 我就是一個很悲慘的借鏡 也不是悲慘啦 就是一個一個借鏡一個借鏡 然後因為它的打量很細緻 我覺得它不太會寫毛孔 所以我都會很大膽的帶到這邊 好的接下來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眼影盤 我剛剛趁就是相機過熱的時候畫上我的眉毛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眼影盤呢 是我突我在大陸的朋友幫我買的 它是完美日記跟Discovery聯名的眼影盤 然後它就是以大自然動物為靈感 所以有小豬啊有老虎有狼有鱷魚 就是不同的動物有不同的color theory 那老虎的話呢就是比較偏大地黃色調古銅色調的 那我自己看這盤眼影我自己很喜歡 是因為我很喜歡暖色調的東西 然後在我用過它之後 我覺得它的undertone非常非常漂亮 是它不會太過於暖 讓你的眼睛看起來就是很亮 然後也不會顏色太過於肿 顯色度各方面都是剛剛好的 美中不足的是包裝的質感 雖然說看起來很美沒錯 可是拿在手上的重量啊 或者是說它有一些做工的地方 感覺還是有點小粗糙 就是這種感覺就是你要把東西實體拿在手上 或者是你要跟你的Anastasia Beverly Hills 或是其他眉系眼影盤一比較就會有感覺的 可是我覺得差不多六七百塊錢的價錢 會有這麼多個顏色 然後這麼多質地的眼影來說算是很不錯的 今天就是先簡單的畫個眼妝 如果說之後你們想要看我完整review這一盤的話 再留言告訴我 那我今天就是先畫一個簡單的妝容 傑夫在外面等我了 他有點不太耐煩 那我就是指這個顏色然後再化妝 我們用快進的方式結束這一part 嘴巴的話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很愛用的 Maybelline的這一款 將將 Super Stay Matte Ink 我的顏色是210 這一款呢我就是真的也做過實測之後 深深愛上它 因為你也知道我是個吃貨嘛 所以它就是真的吃一整天都不會掉 非常非常的威風 因為這個顏色是比較偏珊瑚調的嘛 所以我會再點一點點 就是紅色的唇彩在中間 讓它的顏色看起來更有氣色 更美 將將 就是這一款Kylie Cosmetics的唇膏 我的色號是Christine 然後我覺得它的顏色非常非常美 是我很喜歡的那一種 嗯 玫瑰色調 然後有一點點玫果色調的唇膏 這COMBO是不是美呆了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但是 它真的很乾 所以如果說你是一個 很不喜歡這種乾乾感覺的女子的話 這可能就不適合你 可是 對於我 外場主持啊 然後 不能夠補妝的場合 用它 真的是 很完美 睫毛膏 這個月我也有很愛用的 就是這個Dolly Wink的睫毛膏 它的睫毛膏質地是 比較濕的 所以說呢 嗯 你在使用的時候要少量多次的上 要不然的話 嗯 很容易 會有一點點 小塌的感覺 可是並不會很塌 還是會hold住你的圓翹度 它纖長啊 然後根根分明的效果也很棒 可是我覺得 抗淵染的部分還是KISS ME比較強 但 它的妝效我也是蠻喜歡的啦 你們看 就是有點像扇子的感覺 然後真的是根根分明 好 這樣擦完 你看兩隻眼睛的差別 是不是很大 瘦啊 是蠻厲害的部分 我趕快把另外一隻眼睛也擦完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妝容就完成啦 久不見了 慢動作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還喜歡 如果說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還有訂閱 分享 按鈴鐺 訂閱 分享 按鈴鐺 按下小鈴鐺的話 叫我上傳新影片 它都會通知你 所以請記得回來唷 然後在你離開之前 我要告訴你 你是最棒的 最美的 最amazing的 我們都要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今天時間有點趕 沒辦法跟大家聊太多 所以下次有時間 希望能夠跟大家多多聊到天 然後如果想知道我的動態啊 或者是想聽我 我就是一直碎碎唸的話 歡迎來Instagram來找我玩 然後臉書也別忘了按個讚 好的 那就這樣子 我愛你 Bye